Hello大家好,我是教堂 抗爱食谱的第二期 我们来说书中的第二大准则 大量的摄入蔬菜和水果 蔬菜与水果中的多酚与胡萝卜素 可以很好地降低体内身体老化 癌变主要原因之一的活性养 但是因为水果中的糖分也很高 所以主要推荐多吃蔬菜 蔬菜、蕎麦面 丰富的蔬菜加上健康的蕎麦面 提高免疫力为身体排度的同时 也不失美味 白菜切成片 梗的部分斜着切开 可以扩大切口更好的入味 叶和梗的部分分开备用 蕎麦菇去掉底部 洋葱、大蒜、胡萝卜切片备用 油菜和韭菜同样将叶子 与不易熟的梗的部分分开备用 分为硬盘与软盘 蕎麦面富含维生素B 可以缓解身体的疲劳与异怒情绪 特别适合躁热的夏天 强大的酒精分解能力 也让它对过量饮酒导致的脂肪肝和动脉硬化 有着很强的预防作用 推荐经常需要喝酒硬酬的小伙伴多多使用 煮5分钟即可捞出备用 热锅倒入香油 先放入不容易熟的白菜梗与蟹胃菇 微微翻炒后加入硬盘中的所有蔬菜 清洗好的豆芽 软盘中的叶子 炒软后加入清酒15克 高汤10克 减盐酱油6克 最后加入少许的水淀粉勾芡 一盘简单又营养的蔬菜 蕎麦面就完成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